愛的是你 我說啊 你怎麼只長個子 不長腦子啊 我 我什麼我 見到長輩都不會叫人的嗎 完了 小撕火力圈開 對不起 阿姨 是我的舒服 請您別見怪 叫我阿姨 好啦 勉強接受 妹妹啊 過來 來 李老師跟媽咪說 這個搞音樂也會欺負你 你不要怕 媽咪在這裡可以幫你出氣 沒有啦 媽咪 她對我很好啦 很好 那為什麼你老爸打電話來 她都沒跟你說啊 老爸打電話來 我沒有接到啊 怎麼可能 你不要裝蒜了 玉蘭沒有接到 你沒有接到 那還有誰會接到 難道是 我嗎 一定是麒麗啦 不麒麗 麒麗 麒麗是誰啊 麒麗 對 一定是她 她是我的學徒啦 最近我很忙 所以電話是她接的 妹妹啊 這裡到處都是頭髮跟灰塵 弄得媽媽好過敏 都過敏了 不舒服 我們現在就離開這邊 媽媽立刻帶你走啊 走 走 等一下啦 媽咪 那個 你的傷口都還沒有處理耶 走走走 我帶你去擦藥啦 算了嗎 又沒流血 不行 那怎麼行 一定要擦藥 萬一感染怎麼辦啊 為了保險起見喔 我看 我們要在這裡住一個晚上 比較好啦 我才不要在那邊住咧 拜託 這裡的庸人有多混啊 到處都是頭髮跟灰塵 這句話還要在那裡聽我 媽咪 這裡沒有庸人啦 不過樓上很乾淨喔 比這裡還要乾淨 晚上我們就一起睡二樓吧 這裡沒有庸人 那更不可能住在這裡了 我已經訂好飯店了 這次我沒有跟你老爸說一聲 就偷偷回來 我就是要把你帶走 我不能再看你受苦了 走 媽咪 可是我東西都還沒收耶 不然我們明天再走嘛 正念有在這身上嗎 那就好啦 行李回去媽咪再幫你買新的 反正你好的東西也不會放在這啦 快點快點 媽咪現在覺得好不舒服 好癢喔 快點 走走走走 媽 媽 看到沒有 一副高調奢華的貴婦一樣 哪裡像欠人家一屁股在的樣子 人都快走 應該想辦法留人 快去留人 快點 走 來 妹妹 門關好 崔嵐 媽 我的腦袋好不錯 真的 哥 這路吃甲奶妹是給我加什麼油 我怎麼發不動啊 好 算了 妹妹 走 我們坐計程車 走 來來 我們坐計程車 來 媽 阿姨 阿姨 車子有問題啊 租來的果然不是自己的 真的不能信任 媽 那你就在這裡住一晚嘛 對啊 阿姨 先住下來然後再想辦法 阿姨 我有朋友在修車廠工作 還是我請他過來看一下 不不不 我覺得還是請他們把車子拖回修車廠 徹底檢查一下 要不然這個租車公司的人 萬一說車子壞掉 是你弄壞的 要你賠償 這樣子就不好了耶 阿姨 車子還是要完完整的交給別人 省了以後有什麼糾紛 媽咪 你就留下來嘛 反正一個晚上而已啊 那程小花 幫你把車拿去檢查一下嘛 也是 要是租車公司的人說 是我自己弄壞 那我真的冤大了 就是阿姨 現在人都很壞的 萬一要趁機交出缸的話 那你就划不來 所以呢 就把車交給程小花 他會不會幫你處理的 對 一定沒問題 還有啊 程小花為了表下 對程玉蘭的歉意 他決定好好的招待你 不管你想要吃 日本料理啊 還是海鮮啊 還是義大利菜 他都會招待你的喔 是不是啊 程小花 對不對 對 還想吃什麼都可以 謝謝 不過我一天只吃早餐跟中餐 晚餐就不必了 謝謝 阿姨 阿姨 我好佩服你喔 女人就像要這樣 要有保持身材的毅力 真的 你懂對不對 我告訴你 女人喔 年紀越大 星辰代謝就會越差 那我一直做就每天真的好難 所以啊 你千萬不要勉強自己 不要讓自己太勞累 你想一想 你已經坐了一趟飛機過來 然後從機場看到這 還要再開回去 阿姨 人太累是會黑眼圈的 我今天的確有點累耶 是不是 所以呢 你就要好好的休息 如果你今天啊 想要自己睡一間的話 沒有關係 程小花會把他的房間讓給你 對 雖然沒有飯店的房間舒服 但也 但也就 麻煩阿姨回去一個晚上 阿姨 更何況您見到玉蘭啦 所以呢 晚點帶他走 會早點帶他走有什麼分別 都已經見到面了嘛 你最重要的應該是要養好精神 好好的維持你的美麗才對 說得對 真的不能太累 不然整趟你氣色都吵得 高雞娜的女朋友 我來這邊之後啊 你是我遇過最懂事的人 不是啦阿姨 我不是高雞娜的女 沒關係 隨便你怎麼講 你只要記住 我是陳玉蘭 在渡華村最好的姐妹 真的啊 你對我妹妹很好啊 也可以啦阿姨 來來我帶你進去休息 好 妹妹 走走走走 那這也太厲害了吧 我很全瞭解我媽的罩門耶 幫我媽是服服服貼貼的 這一次真的要給林安利拍拍手 真希望我今天晚上 就可以搞定我媽 這樣我就可以不用走 一定可以的 你是誰 陳玉蘭耶 又愛耍賴 又愛撒嬌 又愛撒嬌 妳媽一定熬不過妳的啦 陳笑華 好啦 我等一下 先送安利去坐車 然後我不會回來 東華村今天就完完全全讓給妳 妳記得一定要想辦法說服妳媽 讓妳留下來 知道嗎 對 要是妳說服不了妳媽 妳記得趕快打電話 扣我回來幫忙 OK OK 快進去 潛玉蘭 潛玉蘭 一定要成功喔 那公司的飯吃好少喔 不知道要等多久 今天真的不好意思耶 害妳留那麼久 不過我要謝謝妳啦 今天要不是妳在的話 我真的不知道應該要怎麼辦 陳笑華 這世上你搞不定的人啊 我去看到陳玉蘭她媽媽 跟當初看到陳玉蘭一樣嘛 她們母女都有公主病 很讓人受不了 那已經滿緊的耶 還這麼乖乖配合 喊陳玉蘭的媽媽叫阿姨 不錯喔 這一切都是為了陳玉蘭對不對 不然呢 我可以罵她一頓嗎 我可以罵她 為什麼還有臉回來東華春嗎 要不是當年 她搶走我爸 我媽也不需要 守二十幾年火寡 現在搞得 為了要求心理平靜 還要上山修行 還有妳剛剛什麼都沒說 玉蘭的媽媽 畢竟還是長輩啊 上一代的恩怨呢 就留給上一代的當事人去解決 妳說什麼都是不對的 妳知道了 我只在跟你抱怨而已嗎 如果真的要罵 也應該留給我媽去罵 她才是最委屈的那一個人 妳知道嗎 小時候我常常看著我媽 我都會想 她心裡到底是怎麼想過 她真的很奇怪耶 她從來沒有抱怨過 玉蘭媽媽一句話 也從來沒有罵過我爸一句話 她就是這樣什麼事情 都往她自己心裡面去堆積 然後這樣一層一層一層的堆 都堆出心病來了 難怪現在要到山上 去找師父修行有疑心病 想一想也好多年喔 爸你一開始說 二十四年了啊 想想看有哪一個女人 能夠這樣子 這樣的 我小的時候就常常在幻想 哪一天啊 給我遇到我爸外面那個女人 我一定要和愷地 臭罵她一頓替我媽出氣 結果今天遇到玉蘭她媽媽 我連個屁都放不出來 我知道啊 那是因為你疼陳玉蘭 不想要她難堪 也是啦 但是還有其他原因啊 你回過頭來想一想 其實玉蘭她媽媽也滿可憐的 當個小三這麼多年沒名沒分 這次又被我爸拖累 四處跑路 差點連女兒都見不到 這才是陳曉華嘛 這樣就對了 永遠的能力沒人著想 就算自己心痛了也不覺得怎麼樣 你還好意思講我 你自己還不是一樣 你媽沒有錢 可是我跟妳要錢的時候 妳還不照給人 錢都不是問題 我比較害怕的是她跟我訴苦 每一再跟我訴苦都跟我說 她失戀了 她情傷 我真的好怕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說 林安利 我懷孕了 你很誇張耶你 你孩子喔 你幹嘛啦 好笑 兩個媽媽截然不同 一個二十幾年手生如月 一個二十幾年循循循循 只可惜我們什麼都做不到 也幫不了忙 只能當他們生命中的觀眾 偶爾為他們拍拍手 要不然就是同情 幫他們擦擦眼淚 現在的我 也只能是你生命裡的觀眾啊 偶爾幫你拍拍手 或者同情的擦擦眼淚 那是我還放不下 還有我